这里是华人生活网的五件新闻,我是星辰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摘要 Lade Gata 名贵爱权已被追回 抢尽爱嫌疑人仍未被抓捕 让亚裔男性入室抢劫民宅 镶顶头部欧大拖拽与受害人 FDA批准强生疫苗紧急使用 可百分之百免于住院和死亡 3月1日起 各生机将为救急人接种疫苗 三个资料必不可少 抢心信息被切 马州7亿美元失业金被人盗领 下面让我们来看第一则新闻 美国时间2月27日 Lade Gata两位爱犬已被追回 爱犬均未受伤 当地时间周五晚 一名妇女把这两只斗牛犬带回到了警局 警官称 这位妇女应该就是和枪剑无关 目前现役人仍在下流法外 居悉当地时间周三 Gata的六狗猿在户外六狗时遭到枪击 两只狗在此次事故中冲散不欠踪影 当时在意大利的Gata悬赏50万美元 赎回被偷走的两只爱犬 爱狗被抢 这对Gata和他的家人来说非常伤心的事情 然而有网友的重点却放在了Gata重金悬赏找狗上面 但也有Gata的歌迷 对这些线盘侠的言论进行一一反驳 目前六狗猿已经被抢救回来 没有生命危险 而且Gata一直注重人权和身心健康问题 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六狗猿出事他也会负责到底的 但他也没有必要把任何细节都放在台面上来说 先联邦调查局特工认为他的做法十分的不可取 表示他的重金悬赏不仅会使洛杉矶警察局的调查人员的工作难度增加 而且也为罪犯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 偷明人的狗换取高额的赎金 好在如今爱犬已经找回 据悉六狗猿已经可以使用短信和嘎嘎联系 身体情况正在好转当中 下面让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美国时间2月28日纽约市警方公布了一段嫌犯作案的视频 两名亚裔男子涉嫌于26日晚持枪入室抢劫黄后居法拉盛的一女性住宅 两名嫌疑人不仅殴打受害人 还想走数千元美元的现金和一些贵重的物品 警方呼吁民众能够提供线索 根据警方表示 该案件发生在2月26日晚6时40分左右 一名35岁住在法拉盛的女子出门倒垃圾后返回家中时 被两名亚裔男子尾随进入公寓楼后并闯入女子家中 根据受害人的描述和提供的室内监控视频来看 这两名嫌疑人在进屋后将受害女子暗倒在地上 殴打拖拽受害人 试图将其控制住 受害人试图挣脱 其中一人拿出一把手枪对准女子的头部 并威胁要枪击她 根据受害者表示 这两名嫌犯从家中共抢走了3000美元金金 两部苹果手机 一个名表手带和多张信用卡 警方表示 两名嫌疑犯为亚裔男子 身形教授 作案时全身穿黑色衣服 戴黑色口罩 其中一人的帽衫后面印有Oftball字样 警方呼吁民众看到与照片中特征类似的人 请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下面让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美国时间2月27日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发布了第三种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由于预防由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冠状病毒引起的新冠病毒病 EUA允许强生新冠疫苗在美国分发 共18岁及以上的个人使用 FDA批准强生疫苗紧急授权使用 FDA通过我们的开放和透明的科学审查过程 已经授权强生新冠疫苗的紧急呼吁 在这个大流行当中 使用大机构的严格的安全标准 支持紧急使用授权所需要的有效性和制造质量 FDA已确定强生新冠疫苗符合颁发EUA的法定标准 现有的全部数据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表明该疫苗可能对预防新冠病毒有效 数据还显示 该疫苗已知道和潜在的益处 大于其已知道和潜在的风险 支持该公司要求在18岁及以上人群中使用该疫苗的要求 在做出这一决定时 FDA可以向公众和医学界保证 它已经对现有的安全性 有效性和生产资料信息进行了差别的评估 据悉 强生新冠疫苗是使用一种被称为腺病毒26型的特定病毒生产的 这种疫苗使用AD26传递一段DNA或遗传物质 用于制造病毒特有的磁兔蛋白 腺病毒是一组相当常见的病毒 而能引起感冒症状和红眼病的AD26已经被改造成为疫苗 使其不能在人体内复制而引起疾病 人接种这种疫苗后身体会散时产生次素蛋白 这种蛋白不会导致疾病 但会触发免疫系统学会防御反应 产生对其免疫反应 FDA生物制品评估和研究中心主任医学博士说 经过对数据的彻底分析 FDA的科学家和医生已经确定 该疫苗符合FDA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预期 适合紧急使用的疫苗 在精进的授权下 我们在我们的医疗工具箱内增加了另一种疫苗来对抗这种病毒 与此同时 我们可以通过对提交新冠病毒疫苗数据进行全面和严格的评估 向美国人民保证FDA对公共卫生的坚定承诺 百分之百可免于住院和死亡 据了解 从对于而言 在疫苗在预防接种后至少14天发生中度至重度新型病毒时 约有67%有效 在预防至少28天发生中度至重度微型病毒时 约有66%有效 在美国的总有效率为72% 在南非为64% 在疫苗在美国对新冠重病有86%的疗效 在南非对重病患者有82%的疗效 这个有效率是低于辉瑞和麦德纳公司约95%的有效率 不过好处是强生公司的疫苗是单击疫苗更容易保存 可存在冰箱长达三个月 强生疫苗使用了与辉瑞和麦德纳疫苗不同的技术 目前强生的试验规模跨越了八个国家三个大洲 有近四万五千名参与者 并且单击疫苗有85%的可能性 避免新冠病毒出现重症 以及100%性能可免于住院和死亡 研究报告也注明 患者年龄越高 预防感染率也会跟着降低 最常见的副作用是注射 护胃疼痛 头晕 疲劳 肌肉疼痛和恶心 这些副作用中多为轻中堵 持续一到两天 虽然这种疫苗只需要一针就能起作用 但有一项正在进行中的研究试图确定 增加第二针是否会增加它的保护作用 结果最早要到7月才能公布 下面让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美国时间2月27日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官员今天表示 从3月1日开始 洛杉矶开始为教师 打货店工人 餐厅员工和其他重要工作人员 接种新冠疫苗 并且给出了相关指导方针 根据报道 从3月1日开始 更多的人将有资格在洛杉矶接种疫苗 教育和儿童保育工作者 食品和农业工作者 应急服务人员和执法人员 都将能够登记接种第一批新冠疫苗 65岁及以上的居民 卫生保健工作者 和那些在辅助生活设施中的人 已经能够预约 符合条件的人 可以在相关的网站上 注册接种疫苗 同时不同人群需要携带 不同的必要证件 教师和基本教育支持人员 可以在洛杉矶县的 任何一个网站注册疫苗接种 或者从他们的卫生保健提供者那里 获得接种资格 下面让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美国时间2月28日 根据综合媒体报道 麻州失业救援署 目前公布最新数据显示 犯罪分子利用窃取个人信息 提交了数千份假申请 涉嫌领失业保险金的数额 已经近7亿美元 不少民众因此损失惨惨重 根据最新数据 从2020年4月到2021年1月 失业救援署向欺诈性 索赔发放了2.19亿美金 另有4.68亿美金支付给 列为潜在欺诈者 DOA声明中说 其中有2.52亿美金被追回 DOA官员表示 由于这类诈骗日益增多 麻州已经拒绝大约 88.8万份失业保险和疫情 失业救助的申请 在这些被拒绝的申请当中 有6.8万人正在等待上诉 另有15.6万人 因个别居民的举报 而被认定为欺诈 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写道 正如之前宣布的那样 犯罪企业利用早先商业数据泄漏 所窃取个人嫌棄 试图通过麻州的失业系统 提供大量非法的失业金申请 DOA提醒 如果收到来自DOA 几道家中的税务文档 但从来没有申请过失业金 就需要提供一份报道 给DOA进行更正 此外 DOA还警告一个钓鱼诈骗 如果有居民收到短信 其中包括一个链接 要求提供失业者系统的 用户名和密码 DOA提醒 任何收到这类信息的人 都不要回复 查到详情 可联系DOA客户服务部 877-626-6800 感谢收看 今日华人生活网的五件新闻 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 公众号华人生活网 我们也新开通了 微信平台视频号 方便大家随时关注 最新的在美时时焦点 午安 我们明天中午 再见 明天中午